嗨 校園 恩 恩 你們很高興 好 校園好 那校園的中文非常的流利喔 那 好 那接著下來呢 我們今天準備了四個問題 好 那第一個問題是 校園 平常你的眼妝 有最喜歡 喜歡用的顏色是什麼 那你會怎麼樣來做使用 我最近喜歡用眼妝的眼妝 我喜歡用眼妝的眼妝 眼妝的眼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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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妝長的眼妝 我會覺得眼妝 好 那我們直接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蕭媛說她現在很喜歡的眼妝是比較自然一點的 但是雖然是自然可以讓眼睛的輪廓看起來比較深邃 然後她會用一些不同顏色深淺來表示 然後如果說像是晚上她希望她的眼睛看起來比較搶面的時候 她會再加上一些眼線筆比較深的顏色 所以其實大家也可以看到像蕭媛今天的眼妝 她是比較自然的 可是她一樣用Absolute New York的顏色呢 就可以呈現非常自然 或者是到晚上宴會的一個感覺 那第二個問題要問的是 校園平常你的唇彩 唇彩是喜歡用什麼顏色 我平常常常常常用的唇彩 我平常常常用的唇彩 我平常常常用的唇彩 我平常喜歡自然的唇彩 她平常喜歡自然的唇彩 這就是她平常喜歡的顏色 她覺得對她來說就是唇妝是像是one point makeup的樣子 很重要的 那她除了她自己唇上的顏色之外 她也很喜歡紅色的唇色 所以像今天校園的妝感 就是自然的好氣色的感覺 那當然搭配不同的彩妝 就有不同的搭配 那我再問第三個問題 那校園平常你出門的時候 如果一定要帶一樣彩妝品 你要用的這個彩妝品是哪一個 一個 只能一個喔 只能一個 唇彩 唇彩 例如剛剛講的one point 唇彩是一定必備的 重要 其實校園會的字滿多的 好 那接著下來最後一個問題 大家都知道校園現在是韓國的時尚代表 對 所以身為時尚代表呢 你有沒有觀察到 韓國現在最流行的一個趨勢 我們跟所有台灣的朋友來分享 啊 最近 저도 자주穿 멤버들都 자주穿 穿 今天穿 オフショー 最近她自己還有少女時代團員們都很喜歡穿的 就是現在身上這一件 就是 呃 最近她自己還有少女時代團員們都很喜歡穿的 露肩 露肩 對她覺得露肩衣服是最近很流行的 有幾位媒體朋友也都是穿露肩的衣服 對 因為我們台灣的媒體朋友 我們都是彩妝部的 都是這個流行時尚的階段 所以我們緊緊跟隨韓國的橋步 好 那也非常的感謝校園今天帶來我們這麼多的一個分享 不管是彩妝不管是服飾 不管是韓國的最新的流行趨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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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著下來呢 我們要請校園來為我們來做拍照 我們請我們的品牌代表 一起來到我們的舞台上 還有我們的游思琦老師 那我們有請我們的 我們董事總經理 以及我們創辦人 Alex 一起來到我們的舞台上 那同時呢 我們游思琦老師 也歡迎來到我們的舞台上 一起來進行一張大合照 因為今天呢 是我們Absolute New York 我們的品牌呢 今天在7月 正式進軍亞洲市場 那特別我們今天代言人 也來到我們的現場 跟大家見面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我們兩位品牌代表 謝謝 好 那接著下來呢 我們再次的掌聲 謝謝 謝謝我們的校園 來到我們的現場 特別跟大家見面喔 那今天校園 因為行程非常的趕 接下來校園即將直播